记者杨新汉台北报道 青春旋律夕阳流行音乐演唱会 12月30日在小剧丹登场 这场演唱会集结了老中心三代艺人 袁永林作为年轻歌手代表 今天兴奋的与主持人于光会面交流 他肩负表演重任 受访更说会有快歌跟书情歌 我知道这次的舞台很特别 前面就有舞池 我会去带动这个气氛 更被拱耀以火辣的造型亮相 余光与袁永林台北经纪人交流协会 这场演唱会将复刻1971年台式的节目青春旋律 主持人邀来余光打党朱卫英卡斯 包括南方血统野马时光合唱团 加上黄仲坤徐庆复黄晓宁 袁永林与朱立靖等超过20组艺人 加上美国传奇乐团The Stylistics登台标歌 制作人王翔基受访 总长说经典的歌曲太多加上表演者也不少 总长绝对会超过4个钟头 让大家看得过瘾 演唱会预计从下午2点半开始 余光谈到如果掌声够我们可以唱到10点 袁永林将担任青春旋律西洋流行音乐演唱会 演出嘉宾与主持人余光 制作人王翔基合影台北经纪人交流协会 谈到这次选在小剧弹开唱要重现那些年经典的西洋歌 王翔基说现在所有音乐人都喜欢在小剧弹表演 对年轻歌手来说理所当然 但对这些音乐前辈能够在这里唱几乎是不可能的 希望这次能够圆这个梦 要让大家一起来写下这个历史 从小长美国长大的袁永林要诠释西洋音乐完全不是问题 他透露当年刚加入杰威尔周杰伦就说过他的声音跟唱法很像黑人 希望他有机会可以挑战绑辫子头 袁永林谈到 我有一直在准备了 希望选的歌能够原汁原味呈现 不要让大家听不懂 那种感觉很重要